好,大家好 三节课我们知道了什么是DoggleHUB镜像 这节课我们来深入地认识这个镜像 镜像重放的位置来区分 我们可以分为中心镜像和本地镜像 中心镜像主要是重放的是 镜像仓库里面 那么公开的DoggleHUB是Doggle官方提供的 非常类似于APP社交 那么既然窗户当中重放了很多镜像 比如说这个是DoggleHUB 它上面重放了有特别特别多的镜像 像Ginlens,GitLab,还有Machaco 或者说是Apache,这些都有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镜像是本地镜像 就是我们在这个主机上有哪些镜像 我们来学习一条命令 是DoggleHUB镜像 查看当前本地有哪些镜像 你可以看到现在还没有镜像 因为我们还没有下载 就是我们是从中心镜像仓库 就是从镜像仓库里面去下载到输入机上的这些镜像 成为本地镜像 那么如果是第一次下载这个镜像 就我们之前都没有下载过 会把镜像的所有的层都会下载回来 那么并且镜像它的关系是一棵树 有着非常严格的依赖关系 就是说有负镜像和紫镜像的这种概念 如果镜像的负镜像已经下载到本地 那么再下载这个紫镜像的时候 负镜像的层它是不需要再下载了 再下载就下载紫镜像的这个层就可以了 一个是可以达到一个接着空间的一个效果 另外一个是可以加快这个镜像的下载速度 这样比如我们在更新业务的时候 可以提前把这件下载到这个主机上 并且它下载的时候 它下载的这个包的大小 就是这个更新的大小 而不是说像虚拟机那种几百G的镜像 它每次都是一个全量的 就必须是一百G全部都下回去 它没有这种像Gate代码这种提交机制 就是我新增的一些代码 我才会去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机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怎么样去从官方仓库去下一个镜像回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会先有Docker的官方的仓库 是不需要认证的 就是说你不认证也可以去下 但是如果想要网上上传这个镜像的时候 是需要认证的 好 比如下载Docker镜像到本地的命令 然后我们来去操作一下 是DockerPool Binibox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镜像 我们去下载一下 这个是从国外的 Docker官方的仓库上 去把这个镜像下回到本地 这个镜像特别小 好 OK 下载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DockerImages 可以查看到 这个Binibox 已经下载到我们本地 它的大小是 1.113兆 特别特别小 好 这个镜像是属于我们本地镜像 这个大家明白吗 OK 然后 我们怎么样 把一个本地的镜像 你可以看一下 就这是一个本地的镜像 怎么样去把一个本地的镜像 上传到镜像仓库里面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 我这台主机上的镜像 给其他人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ocker镜像查看的这个命令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是 杠A 就是会查看所有的镜像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过滤的一些规则 这个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基本上最常用的就是 Docker images 杠A 这个参数字会经常用到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Docker的操作命令 我们看一个 有一个import 导入 还有export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对容器 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操作是 漏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一个镜像 把它导入进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镜像 把它 导成一个 踏包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把这个踏包给其他人 其他人通过这个踏包 可以导入 基本上这个方法 就这种场景就特别少 基本上都会 从镜像仓库里面 我会把自己本地的镜像 上传到镜像仓库上面 然后 告诉大家 我上传了一个镜像仓库的 一个名称和地址 这样大家通过镜像仓库的地址 以及镜像仓库里面 我上传了的是哪个镜像的名字 这样的话 大家通过这个 Docker Pull 就是Docker Pull 这个Docker Pull 默认是会从Docker官方的仓库 去把这个镜像下回来 然后我们后续会讲 如何从 Docker 我们私有的 仓库里面去 铺这个镜像 好 这就和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了解 我们怎么样去下载镜像 到本地 已经要区分 这样仓库中的镜像 和本地镜像的这个区别 那么镜像仓库里面的镜像 是Docker官方去维护的 这个镜像仓库 并且很多的镜像都是由 比如说Ginus 是Ginus官方去上传到Docker Hub上的 而不是说Docker Hub 去做了一个镜像去写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非常类似一个App Store 那么本地的镜像就是 我从中央镜像仓库里面下回来 我下载到自己数字本地了 如果是第一次下载 我会全量下载 如果说我下载的一些 已经下载了一些镜像 但是如果我又下一个镜像 它这个镜像里面的一些层 我已经下了 那么这些层它不会再次下载 它会把那些没有的下回来 它是属于一个增量 比如说一个增量的一个这种下载 好 这是一个怎么样去 比如说我build了一个镜像 我把这个pull到这个计量仓库里面 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pull 把它下回到我这个输入基本地 然后有了这些镜像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去起容器了 后面怎么去起容器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会去详细去讲解 好 这节课我们主要是区别 本地镜像和计量仓库这两个概念 已经要学会Docker Pull这条命令 然后我们下面的客户的作业 就是我们要去从官方 去下载 endinx 镜像 以及 Vedity 镜像 第二个版本 那怎么样去查看这些 这样的版本号 我们在这里面去看一下 比如说是我们要输入的网站是 hub.docker.com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 endinx 好 一定要找官方的这种标志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tag 就是说 endinx有好多版本 这个tag号 就对应的是endinx的哪个版本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我们要去选择 我要下endinx的哪个版本号 我们都可以去选 默认的tag号是 我可以看一下 默认的tag号是 lettest 如果说没有指定的话 是lettest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我们扣后 要把endinx的任何一个版本 下回来就可以 但是说不要用lettest的 这个版家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下载 然后第二个竞争 我们要把leth这个竞争 去第二个 冒号版本2的这个竞争 下回到本地 ok 好 然后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